哈喽 只要继续往前走 推开门就是左边茶水间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左边茶水间第169集 在你的人生中 有没有买房子的梦想呢 安居乐业对你而言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邀请到House123的创办人邱爱丽老师 来和你分享她从负债到资产千万的 励志翻身故事 爱丽目前是House123的执行长 还有商周财经房地产的专栏作家 目前有出版买一间会增值的房子 还有小资族大翻身这两本书 在出社会没有多久的时间 爱丽老师就遇到家人欠债百万的人生关卡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担呢 让她体会到理财的重要性 也踏上了房地产投资和创业的道路 我们今天呢 特别邀请到爱丽老师来分享这段 出动人心的有趣故事 也会跟你分享一个人呢 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债务中翻身 她做到了哪些聪明的事情 以及如果说未来你也想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 或者开始投资房地产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在这一集的茶水间呢 我们有特别做一份懒人包讲义给你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我们制作的延伸补充资料 也欢迎你呢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找到懒人包的下载链接 本集的原文网址是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邱爱丽 今天呢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House123的创办人邱爱丽 来到左边茶水间 我觉得爱丽老师 她其实真的算是一个理想生活设计的典范 就是我在看她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 哇 这个人 白收起家 好厉害 自己建立起 自己的梦想蓝图 所以我今天呢 也想要跟评众分享爱丽老师的奇葩人心的故事 我们现在呢 就马上来欢迎我们的来宾邱爱丽 哈喽 哈喽 Zoe 大家好 哈喽 爱丽老师 非常感谢你今天愿意到左边茶水间受访 没有我的荣幸 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之前就是有看到老师有分享我的书 就是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 写得很好 我真的觉得哇 好开心哦 非常好看的书 真的 你会用哪三个hashtag来形容邱爱丽这个人呢 第一个hashtag应该就是我的公司 House123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我们创业嘛 那我们公司其实刚好到现在这个moment 大概是九年半 所以其实也 对 我的人生有一个十年 其实就是在这个公司了 第二个应该会是安居乐业 第三个就是财务自由 我觉得这八个字大概是定义了我觉得人生一部分蛮大的幸福 老师我在这边想要插一个题外话 我想要请你定义一下你认为的安居乐业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安居乐业它刚好涵盖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安居嘛 那其实大部分想到安居就是想到好像要买一个房子 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拥有那个房子是一件事 但是可以住在一个喜欢的空间 重点是可以跟自己很亲爱的家人在一起生活这件事情 或者是也许是自己一个人住也觉得很好 就是很自在 然后很幸福的在那个空间生活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对于安居的定义 对那乐业的话 其实就是你的书名咯 就是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重点是它也可以afford起你想过的生活这样 对那这边就请你跟听众分享一下你的过去 你的背景还有一些你的经历跟故事 我自己也还蛮好奇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踏上房地产这条路 然后后来创建了House Year 3 其实我真的是很乡下的小孩 就是我的家乡其实真的是 我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 我的家乡才开了第一家7-11 哇你是哪里人 我是彰化县永靖乡 就是一个很小的乡镇 我们家的公车是只有早上一班晚上一班 才会到我家附近 那你就绝对不能错过 对然后但是也不会去搭公车 你懂吗 就是一定都是都是骑脚踏车 或者是就是大人接送 对所以真的就是很很乡下的地方 所以我是到大学的时候才来台北读书 其实大部分的中南部的小孩也是啦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会选择 要嘛就是回家乡发展嘛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北工作 那的确我就留在台北工作了 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台商 算是电子公司 然后做外贸的业务 所以我那时候负责的就是东南亚 跟韩国的客人这样 对但是我那时候有一度 我就很想很想要境外商 我觉得境外商是一个职场上很大的挑战 跟一个成长的空间 对所以后来就很顺利的 我就先到一家电脑公司 先从contractor约聘的职缺开始 对然后一年之后我就很顺利的 转成正职的产品经理这样 对可是也就在我转正职的时候 其实转正职是一个职场上很大的 人钱就是不管是收入啊 或是工作的挑战啊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可是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 就我爸爸他就是有投资股票 有负债 而且他那时候负债是 因为大家知道股票如果融资融卷 断头其实是损失是很惨痛的 所以他那个时间点他就是 等于是他把他跟我妈的积蓄赔完之外 那时候还有一些信用贷款 大概四百多万这样 所以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我其实当然是很多情绪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刚好也很妙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一阵子不是有经过一波卡债吗 就是信用卡 现金卡 很多人都刷爆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政府有很多 找很多就是艺人出来代言 就是要债务协商 就是说信用无价 一个家庭啊 一定要如果你真的有债务的话 就是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不要躲避啊 然后不要自杀什么的 那真的很蛮严重的 就是不是只有你们这一家 好像是很普遍的事情 对不是只有我们是很多很多 因为那时候其实现金卡 已经流行了大概一两年 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刷卡的方式 在生活就对了 在投资或是在消费 很多人其实是过度消费 导致于卡债没有办法负担 然后大招其实卡询的利率是很高的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家那时候 就是透过债务协商 我们对的银行就是中国信托 债务协商有个很好的机制 他就是把利息止血 所以他等于是 从门协商开始之后 就不算利息了 分成十年每个月慢慢还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 并没有先止血的话 我觉得就算我 就是我的本业再怎么会赚钱 再怎么会存钱 其实根本就填不了那个洞 对因为那个卡询的滚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那个金额也是 透过那个本金再滚 其实是很可怕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 有很多人可能 一毕业就开始有负债 我觉得都一定要先从利债开始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变成 每个月只要还两万九千多 我就跟我妈说 那你就不要急着还 因为没有利息了嘛 你提早还也是这么多钱啊 我反而就开始很认真的存钱 然后觉得我应该要开始 学一些理财的工具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 也接触过股票啊 期货啊 选择权啊 其实这些我都操作过 大概半年到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就我那时候在看股票的时候 除了一些技术分析之外 也在那边看产业的新闻 我老公说哇 你看这些你就知道什么 叫做被动元件哦 对啊 他就很不以为然啊 对啊 然后 所以我 然后我那时候做期货选择权 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上班啊 就是要看盘的情况下 你怎么 然后心情又起伏很大 对 所以反正后来是因为朋友 有人在做房子 然后 而且都是以收租为主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蛮适合我当时的生活 然后跟工作的调配 然后 而且我觉得在陪他看房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才开始觉得 就是要做房地产这样 对 老师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 你 你大概几岁啊 就是突然之间 他是一个 爸爸妈妈突然打电话来 跟你说家里有债务的一个情况吗 不是 他其实是陆陆续续 其实那时候 从一开始知道有负债到 真正全部摊牌 大概三四个月跑不掉 就是 我妈会打来跟我讲说 哎 有 有 有情况 然后跟我讲说 爸刚说又多少钱 可能又隔了两三天 又跟我讲说 又有多少钱 上次没有讲 对 所以有一天 我是真的是 我真的是火大到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 但是就在结婚的 大概前半年吧 我就说 你们都不要睡觉 那时候我接到电话 十一点多 我说我现在马上 坐桶联回家 你们全部都在客厅 就坐夜车这样子 对 我就坐回去 然后我记得到家的时候 大概三点多 我就叫全家人 包含我弟 都在客厅等我 就全部都不要睡觉 然后我就说 你现在讲 我就叫我妈 我爸说 你就现在讲到底有多少 全部讲 你现在全部讲 我全部帮你弄 但是你现在不讲的 我那时候话当然讲得很重 我就说 就感觉父女关系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 就是又有又有又有 一直接到这样的电话 对啊 心里的压力也很大 对 而且重点是 还有我妈 对啊 对 所以我那时候 我爸全部讲完之后 我就问我妈一句 我就说 你要嘛就离婚 那就是我爸个人的事 那他如果假设不付的话 了不起就是 就是信用破产嘛 对 然后但是 因为我妈是很传统的 道教的那一种 就是信仰 所以她觉得说 不行啊 就是这辈子的事情 就是这辈子要处理 所以她说她不会离婚啊 所以就是 大家就一直弄啊 对啊 对 但是其实我现在已经 对我爸已经完全 完全没有负面的情绪了啦 就是因为过去太久了 而且我觉得我爸爸 愿意让我写书啊 跟分享他这一段 其实我爸爸也很宽容 大家聊 我觉得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放下 就是我觉得他的出发点 只是跟一般的爸爸一样 就是想要透过 赚快钱的方式 然后让生活品质可以更好 对 然后当下也的确有很多的媒体 一直在讲股票 很好做很好做 对 然后他上班的地方也有人 也是这样子在赚快钱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环境 跟当时他的状态发生的情况 对 只是 我觉得还是很清新 那时候有债务协商 对啊 嗯 也谢谢你就是愿意这么真实的 跟听众分享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你的 小知足大翻身 这本书里面 就有稍微听你提到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现在听你 本人就是 非常充满感情的分享 还是会觉得 哇 对啊 当下会觉得很折腾啊 是真的很折腾 对 尤其是在协商之前 你真的会觉得说 那怎么可能还得起 对啊 因为那个利率都是很高的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说 哇 就是 这种 像我啦 就是完全不是有任何财经 或者是金融背景的人 就会觉得 天啊 光是听到这件事情 就一头雾水 但是你在你自己的 书里面 也有讲到 自从有这样的一个启发之后 你就开始正式理财嘛 后来你陆陆续续用了 大概八年的时间 除了把债还完之外 还创造出自己 就是超过四千万的资产 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其实我觉得 有一部分 其实是很感谢我原来的工作 我是降薪去外商的 就是我原来 在我原来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加奖金大概每年 大概七十万左右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以一个 毕业两年多的人来说 我觉得也是 因为中间有机过几次的 加薪争取嘛 但是我反而想说 我要不要回去做 月薪四万 然后没什么奖金的 外商的 约聘的职缺的时候 我那时候反而想的是 我有没有机会 在外商 有更好的历练 跟有没有机会 未来可以转正职 因为其实 外商的contractor 跟他们正式的headcount 其实中间的配置差非常多的 对 所以我刚好 我觉得是家里发生这件事的 那个时间点 刚好我刚升迁三个月 对 所以我那时候的薪水 也比较能够负担 帮忙这件事 而且不会觉得 这么的无助 对 所以我其实是 那时候本业的升迁 让我有机会 可以存比较多钱 因为那时候 含奖金年薪 大概就有到150 而且我那时候很幸运 就是我不是说 家里发生事 大概是在我结婚前半年嘛 所以后来我结婚之后 我们就一直住 公婆家楼上 哦 等于就也不用付房租了 对 我不用付房租 然后我们吃饭 也都是去楼下 打火啊 好棒啊 对 然后我就坐 我老公的车啊 因为他那时候 我们都是在 都是在心意计划区那边 我那时候在 在HP嘛 他在Epson 所以刚好 就连走路 大概就五分钟的距离而已 所以 连车都省了 对 对 所以我其实真的很 很省钱啊 那时候我就是狂存钱 我觉得 让我很正视 投资理财的一个原因是 我发现我妈妈 这样省吃俭用 这么多年 然后好不容易 存了一些钱 可是一次理财失败 就可以全部都不见到负债 我就觉得说 天啊 你如果完全没有一点点 投资理财的工具 的功夫 然后你又想要投资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赌博耶 对 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是 拿退休金 在赌博的 对 那其实真的很可怕 对啊 嗯 所以我才觉得 就是要学一个东西 后来就做房地产这样 那你能不能够跟听众 就是拆解一下 你刚才说八年嘛 八年的进程 就是 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你到底 要怎么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要怎么知道自己要看什么 然后 又怎么样去知道说 OK 我其实有进步 或者是我的账本真的 有进步 我觉得 一开始当然还是会寄流水账 但是到最后 其实最主要要看的 其实就是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我那时候先从 买房子这件事情开始 因为我一开始就定调 我是要做隔套 因为隔套的好处 是租金的收益比较高 后来现在这几年 刚好很多的 室内装修的法规嘛 也都很到位 所以其实 包含像隔间套房 其实都可以做到合法的申请 跟横法的装修 跟俊工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主要是因为我有 我刚刚提到 我是因为有朋友在做嘛 所以我那时候 就会去看他的作品啊 然后知道说 哇 他现在收住 大概可以收多少钱啊 跟他买多少 然后 跟装潢花了多少钱 所以 我觉得 刚好是有一个 有经验的朋友 他在做 然后 可以让我 有人可以讨论跟请教 对 然后 当然他也很鼓励我 就是自己去看房子啊 对 所以 我其实初期 有透过合资的方式 就是去投资他的物件 然后 一方面是为了要 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 一方面是因为 我真的很信任他 所以 就没有那么多的 很多人想到合资 就觉得好像很多的 纠纷跟麻烦 对 但是 可能 刚好 我的经验算是很 很顺利啦 对 所以我反而是 合资了几间 有了经验之后 我才敢买 自己人生的第一间 对 然后 但是一路都是在做收租为主 那只是很多人想到收租 想的都是 欸 那是不是要放很久 然后只赚租金这件事 可是 其实 你去看那个 富爸爸穷爸爸 的第一本书 就是富爸爸穷爸爸这一本 他 其实有提到啊 就是 作者 就是罗伯特亲戚 他不是 也是做房地产嘛 对 他说他的房子 全部持有都不会超过七年 好像有印象 对 他即便是一个 就是物业这么多 以收租为主的资产管理的架构 他也不会持有超过七年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房地产 其实有时候还是要透过周转的方式 让你的本金变大 然后同时间 因为房地产的市场也是一直在波动的嘛 所以如果市况好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确是会把物件出掉 很多人想说 哇 你把一个会生金鸡蛋的鸡杀了 然后为了拿他肚子里面比较多的鸡蛋 这样不是杀鸡取卵嘛 可是现实社会不是啊 你卖掉这个房子 你可以再去买一间啊 你可以再买更多鸡 对啊 你可以买更多鸡 对 所以就是收租大概平均两年 我一定会出掉 然后 所以是透过周转的方式 对 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也 没多久 其实后来就奢侈税了 那其实奢侈税 他也鼓励我们以两年为一个短期 跟极短期的差别嘛 对 所以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是平均两年 我一定会出掉 跟现在不太一样 就现在有些物件我们 因为我们刚好这几年 也有一些改建的经验 如果有一些物件 他真的收租很稳定 然后地点也很好 我们的确是会 就hold着 就完全没有考虑要卖 对 但是当时 其实我们的本金 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其实即便是房地产 我们都还是会考虑周转 对 就是让自己的本金可以长大 对 但是就是因为持续一直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很熟练 对 你知道我身边也有一位朋友 他就是一直买租买买租买 他就是 哇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一年 你说经手上百间 都有可能 老师你有做到这样吗 我们没有做到这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其实 第一个是我没有很贪心 那我说真的 然后跟我对这件事情的热情 没有大到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现在买房子反而是 我要买很喜欢的 那我的很喜欢 不是指它的屋况 现在我很喜欢 是那个房子的潜力 可以让我改得 改得很喜欢 对啊 所以像我们今年有买一间 是在中山捷运站 大概400公尺 然后它是一整层 总共全装108坪 然后我们会把它分成六户 对 六户都会做两房一厅的格局 对 然后它就以后变成六个门牌 所以我们最近在画它的图 我就会觉得 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 它就已经不只是 投资赚钱这件事情而已 而是会觉得 我好像在改造一个空间 甚至有点像在创造 在画画这样 对对对 在创造一个空间 让它从一整层的商业的空间 之后我们把它变更成住宅 而且可以去变更它的类别 这个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心情啊 就是就已经 当然投资报酬率还是很重要 对 但是反而真的很像是在打造 就很像在生小孩的感觉这样 对 所以我才说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位理想生活设计师 就是虽然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理财工具 那当然也成为后来成为你的主业 可是我觉得在你身上还是可以看见那种 我忘初衷的感觉 那老师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字 我想要跟你深聊一下 就是你讲到看房子 我知道你一直是一个看房子还蛮勤劳的人 那你能不能够跟听众分享一下 我们在看一间房子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看什么 就是什么是重点 对其实 当然大部分想到的 例如说风水有没有瑕疵啊 有没有漏水啊 然后有没有裂缝啊 钢筋外露 这些当然都要看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受限于 他现况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最容易受限的两个 一个就是他现在的格局觉得不喜欢 对然后会想说 哇现在这个格局好难用 然后可能仲介有点惊艳会跟你讲说 他可以改成三房两厅 或是他可以把它改成就是两房两厅 然后是你喜欢的空间 甚至他还画土给你 对但是大部分的自助的人 他会觉得哇 我没有办法想象 看不到想象不到 对想象不到 然后所以为什么投资客永远都有市场 不管税制在怎么改 或是央行在怎么打房 他永远都会存在投资客的原因是因为 他就是要买烂房子 然后把它改成 就是自助客的人 看得懂的状态 他就哦我就是一卡皮箱进来 我就可以直接住 市场真的有很多人 就是要买人家整理好的房子 对可是你看你买人家整理好的 就会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是你不知道他整理的好不好 所以有可能外面漂漂亮亮 但里面的水电可能都是乱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那当然 卖你的价格一定就是包含了他的利润嘛 对啊所以你就不可能买到便宜 甚至你可能还会买到 其实是追价过高的价格的房子 偏偏他的状态又乱做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的想象力 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本身的就是格局是可以改的 但是他的结构没有特殊的危险 例如说他没有梁柱裂缝啊 没有没有办法处理的漏水啊 或是他甚至有倾斜 或者甚至他有海沙 这个当然就不要碰 对然后我人生也不碰什么凶宅啊 这些我们都不做 但是除此之外的 反而乌矿现在是破旧的 或者是格局不好的 只要能够改 其实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对所以我常讲说 任何事情都一样 就是创造价值的人 他自然就会是在整个供应链里面 获得最多配的人嘛 对啊所以改房子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空间的想象力 这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些 装潢的杂志跟电视节目 我觉得蛮有帮助的 真的吗 对啊对啊 你就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改 对啊 老师你能不能够推荐几个 你喜欢的电视节目 我们分享给听众 其实就幸福空间啊 美国其实有很多节目是 他有那种大改造的 对所以像那个TCL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是 把房子大改造的这种节目 然后另外啊 我觉得像 我自己很喜欢看图片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改空间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找别人的个案 但是一般人都只是 这个照片好像很漂亮就存起来 可是其实它并没有办法用在你的空间 所以反正是我都是看着格局图 去找照片的 就是我眼前就摆着我的格局图 然后开始找 就是哎这个厨房 哎刚好是跟我的layout一样 那我想要做这个样子 或是我想要学它怎么摆 它的配置 对然后我把这张存下来 最后反而是我们在看都 不纯粹只是看风格 有时候是看它的layout怎么摆 然后跟它的收纳空间 坐在哪些地方 风格这件事情反而是很好调整的 你也可以把北欧风做成清光业风啊 但是同样的layout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 只要你先有一个格局的架构 然后再去找合适的 不管是它的layout 或是它的风格 你想要参考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资讯 其实是真的蛮自由的 对 你知道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因为我这一块就不是 完全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嘛 但是我就突然间觉得 这有一点点像是去读 就是像什么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难的资料 跟懒人包的差别 对对对 就是有人就是愿意去慢慢的读那种 就是很多很多的文件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 就像是房子一样 它是检线成可能整理好的 那你也不知道人家略过的重点是什么 或者是你拿到的重点 就是这个人所整理好的重点 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 或者是真的能够内化 对你有帮助的 也不一定 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开始教学 因为我们后来 House 1 2 3 有推一些课程嘛 就有上课 我反而觉得教学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不是工作 就是因为我也会看学员的房子 然后也会看他们改 然后他们也会咨询我 我也会给意见 所以反而我真的觉得 我在做这件事情 也是在累积 我自己的经验跟把我过去的经验用出来 我现在当然大幅的减少我教学的时间了 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家人跟小孩嘛 对 但是反而教学这件事情 是让我转换我的焦点 可以从小孩再转回去房子 这件事情都是我喜欢的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 不被地点限制的个人品牌 或者对经营自媒体感兴趣 我们现在开放了一套 四天的免费线上课程 在这四天里面呢 我每天会用约十分钟的影片 和你分享经营品牌常见的错误 品牌变现的方式 以及如何打造热情 创造价值 如果你想要领取课程的内容 请在网址上输入 coeyk.co-bylimini 输入网址就能够进到课程的申请页 那我们课程里见咯 那这边跟我们聊一下 House123好了 因为我其实调查了一下 我觉得你们真的算是一个 蛮独特的以买方为出发点的一个品牌就对了 然后你刚才又说到 其实你们还有推相关的线上课程 你能不能够跟听众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做House123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来一开始并不是想要做教学啊 或者是什么服务 其实我们一开始本来想的是 想要做一个像591这样子的平台 就是给人家刊登啊 然后可能收个广告费啊 然后可能里面再多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 付费服务 对但就是从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之后 就开始做市场调查嘛 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可能都只做得出来591 可是其实市面上明明就有超过20个 类似的都想要做一样的事 可是都没有人成功 就只有一个591成功 对那我后来发现啊 其实这个跟591的定价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到他刊登出租这件事情 一个月就是200块 当然他现在有推也有600块900块 1200的这种加值的服务 对但是你看200块其实对于 想赚这200块的我们这种小公司 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源 再去做行销 或是再去做什么造势 或是再去把他们591 我没有办法把591干掉嘛 对但是对于真正有媒体资源的公司或集团 他也不会想要去赚那200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pricing 他的pricing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呼城河 就是想进去的人进不来 但是真正能进得来的人也不想进去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定价其实很聪明 对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不可能 再做一个591也不可能赢过他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那我要改我的定位 所以那其实房地产就是买房跟卖房嘛 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以前是要做平台 是要服务买房跟卖房 甚至可能要主要服务卖房 因为要让他刊登做广告 对但是我们就决定我们改服务买房 那买房的话可能就是咨询啊 然后跟课程啊 然后当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服务叫做团购 就是我们想说那我们结合买房的力量 以量去自驾 我们就去谈预售物啊 新城屋啊 对所以我们初期其实也有做过 大概两年多的团购的服务 然后好特别哦 对然后到后来才决定就是以课程为主 那其实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团购或课程 我们主力都还有一个就是收租 所以我们持续都有物业 就是在买啊 然后改装啊 然后出租 然后再看试况的情况 决定要不要买这样 那后来我就想说 那就干脆让课程的服务跟收租可以分开 所以我就让他是两间公司独立运作这样 那这样子听起来 其实你们真的试过蛮多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而且好像也一直在与时俱进 就是好现在流行知识变现 所以我们也来做线上课程 很特别耶 我们其实在线上课程其实是在2016就开始做了耶 哇 直到现在五年了 哇 印象中比较热门大概是201819那时候 开始好多人做 然后而且开始有什么知识变现啊 这种称出来 可是其实16年之前 大概1516那时候其实就陆续有一些平台 开始在做线上课程的平台了 对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非常前面 但是的确那时候市场有一些改变 就是以前的人可能会觉得 哇线上课应该就要很便宜啊 因为它是cost down的版本嘛 对可是在那个时空背景 有一些人开始愿意 为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知识 然后付稍微不像以前先上课程 对定义里面的几百块几千块 这样子的定位的价格 对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就是天使地利人和这样 对 我们现在其实讲到时代 我就很不禁想要问老师一个 这个门外汉想要问你的幼幼版问题 也就是趋势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疫情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可是我们这种门外汉看起来就会觉得 哦房市好像很动荡不安 对 老师你对于这个房市的看法 无论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好了 你觉得接下来房地产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其实这一波疫情呢 其实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因为疫情真的很影响民生经济嘛 对 因为台湾从五月开始闭关以来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行业 其实都受到很大的波及 我们是很幸运 我们是现在才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冲击 其实在很多国家 从去年2020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 对 只是时间拖得很长这样 对所以 但是其实这一波为什么 其实你在美国应该也看得到 其实现在连美国 即便是疫情从2020延烧到现在 房地产还是在涨啊 房地产还是在涨 我自己是有去观察一下为什么 但是我也想听听看你的 对那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真的就是因为资金 其实就是因为通膨 那其实你看一下 从2020年3月到7月 如果你去看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你会发现光是这 从2020年3月到7月 短短四个月 就印了超过三兆美金欸 所以你看三兆美金 这个 我也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三兆 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觉 但大家想一件事就好 2008年那时候也金融海啸 2008年那时候 大家从2009年开始有QE1 QE2 然后什么QT啊 就是好几波的货币宽松 其实从2009年到2014年 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才增加三兆 可是去年才四个月 他就把过去花了四年 五年才印的三兆 全部印完了 而且还继续在印 对啊 拜登上台之后 他也是说 还是需要嘛 所以你看哦 就变成是反而民生用品 到目前为止 大家没有感觉到 他有涨价 因为生意很难做嘛 可是资产反而很明显 就不管是去年的黄金白银啊 房地产啊 或者是有一些资优公司 机优公司的股票啊 其实都跟着涨 的主要原因 大家都讲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 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 货币的购买力 大家预期会下降 大家有过往的经验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我应该要拿货币 去换一些可以保值 或甚至有机会涨价的资产 那他有可能是 我们刚刚说的 机优公司的股票 或是黄金白银 或是房地产 对 所以他就会反映在这些地方 你如果看很多的商业周刊 不管是商周或金周刊 或是财讯啊 你会一直看到通膨这两个字 对 那的确就是通膨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 这一波房地产最主要 推升的原因 但反而是要担心 就是金融危机 有没有可能 下次又发生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次的疫情 虽然有疫苗了 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变种 他会变成一个很 很吊诡的 就是有钱人一直在买资产 然后没有钱的人 民生 就是生意很难做 然后有很大的压力 需要纾困 的这种状态 但他变成一个泡泡的时候 就很危险了 对 那如果假设 又在一波的金融海啸 很有可能 他又打回去 对啊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就是总体经济 其实是很有趣啦 就是它是一个 就一环 每一个都有关系 对 但是反而要担心的 就是如果你 一昧的去追高 觉得说 反正现在就是房子 就一定要追价 买才买得到 的状况下 很有可能 你现在买的价格 很有可能要 很多年之后 才涨得过去 或甚至也许是 就涨不回来了 如果说现在的听众 他听到这边 就觉得说 我也知道未来 可能会是 贫富差距 越差越大的年代 但我好像 还是要做一些 什么来为我自己 增加我自己的 个人资产 或者才有机会 反省的话 你还是会建议 大家就是 买房子 来去增加 现金流 用类似像你这样的 策略 做个套吗 我觉得要看自己的 对买房子的需求 是什么 我没有鼓励 大家一定都要买房子 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刚好 有居住的需求 例如说 你跟我一样 是中南部的小孩 然后你就是 在台北工作 那要么我们 就是住房子嘛 要么就是刚好结婚 然后住公婆的房子 对啊 就是你的状况 但是我们 其实我后来 结婚六年 我们就买房子 搬出来了 对但是 因为那时候就想说 要生小孩 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对 然后也的确觉得 自己的状态 已经调整的比较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 你现在就是在 租房子的人 的确现在的利率 这么低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真的买房子 会比租房子 划算太多了 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 你真的可以 好好的买一间 自住的房子 对 但如果你自住的需求 其实已经搞定了 不管是 也许是住家里 或是家人有房子 或是你的住金 真的很便宜 的情况下 你在想说 那我要透过房子 来创造什么 如果你是要 创造现金流的话 其实有很多工具 都可以创造现金流 所以就回归到 你对什么东西 有热情 对啊 如果你喜欢房子 你喜欢改房子 你也觉得 我以前都是 租房子的房客 现在有机会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 正义包租工 对啊 当一个 像这波疫情 我们主动给我们的房客 每个人 折价四分之一 我们就说 只要是三级 还蛮多的 四分之一 对我们就是 百分之二十五 对百分之二十 我们说只要是 在三级警戒的过程中 然后你的收入 有受到波及 不管是工作时间变短 或是奖金变少 或whatever 只要我们也不用 他提供单据 就只要他跟我们讲 他工作受到 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帮他申请 对然后 所以我们是 请我们的客服 因为我们 这样都用公司 统一管理嘛 我就请我们的 代管的窗口 就是统一发 给我们所有的房客 说只要你需要申请 你就跟我们讲 我们就跟公司申请 然后就是 只要是三级警戒的过程中 像五月是五月中 才开始嘛 五月其实 他们的房租都已经缴了 但之后他五月申请 我们就六月 让他从六月租金扣 就等于是 从追溯五月给他们 对啊 所以其实 如果你也是觉得说 做这件事情 也是自己 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也觉得很喜欢 那也许买房子 收租这件事情 就是适合你啊 但也有人 专门只做股票啊 也OK啊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 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创造现金流 就有很多的管道嘛 在看你自己最喜欢什么 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 老师给的结论会是 虽然接下来的趋势 房市可能还是会继续涨 嗯 但是如果这真的会是你 真的感兴趣的一种投资的策略 对 然后做起来也觉得非常喜欢 对 还是可以去做的 对 还是可以做 只是说 溢价很重要 就是我常觉得买房子很有趣哦 就是 你只要买一个30坪的房子 你一坪 嗯 多谈了3万 你多买贵了3万 其实就100万了耶 对啊 对啊 那100万其实就够你房子装潢整理了 所以呢 老师你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也练就了一身谈判的功力吧 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说真的就是 只要 只要不是因为上课的场合 或是演讲 或是节目的场合遇到我 你会发现我真的是很安静 对但是我对于房子这件事情 对于尤其是溢价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很有感而发 就是太多的状况 是你真的是买贵了 就是先姑且不论你 之后房子怎么变化 其实光你那个装修的预算 都在你买贵的那里面都被吃掉了 对 对 所以老师你都会是先去查一下市场的价格 然后看他们开的价钱 然后你会再去思考说 怎么样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其实是有自己的试算表的计算方式 就是如果我是要收租的话 我们就会去回推说 那我租金要做到多少 我要花多少的钱来改这个房子 所以回推回去看我要买多少 对 所以它是逆向的 然后同时 当然我们还是会 该做的一些功课 包含实价登录 跟例如说要掉这个房子的腾本 屋主是什么时候买的 跟他取得的原因 跟他现在贷款可能还剩多少 那当然中间那边的情报也很重要 包含他卖屋的动机是什么 对 然后以及他现在卖多久了 有没有人出过假 就急不急什么的 放多久 对 虽然很难有一个SOP说 遇到这件事情我就要怎样 遇到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会说 现在要开价要打几则 或者是属下登录的军价要打几则出 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重点 然后也不会是 就是也不会是这样子的出假方式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通盘来看说 那这一间 我可以接受最高是多少 那我现在从哪里开始出 对 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的内容 真的是干货超级多 我听到这边 突然之间有点觉得 我每一个都很想要 更深入的来问你 但又觉得这可能会是 另外一集节目 可以啊 想要好好讲我的内容 可以再专题企划 我希望今天这一集 可以稍微让听众知道说 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 从完全没有相关的背景 然后他这样慢慢的逐梦 到现在他嘴巴就是出口成精 讲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专业知识 真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在这边想要再问你 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 你认为你自己身上 有没有某一个特质 或者是某一种优点跟优势 让你在追梦的这条路上面 就是助你一臂之礼 我老公常说 他觉得我有点 阿Q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乐观啊 就是过度乐观 他觉得是过度乐观 对但是我都会觉得是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觉得准备好70% 我就觉得 大概就可以了 就是我没有觉得 一定要准备到百分之百 对所以 剩下的30 我其实是比较顺流的 就是遇到了就处理 遇到了就处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乐观 然后第二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蔡康永先生 他说过一句话 他好像是在书里面写的 他说 随遇而安 的那个安 大部分想到随遇而安 感觉那个安 好像就是 安定 或是安逸 或是就是顺流 而已 但是他那个安 他把它定义成就是 如果真的遇到困难 就把它搞定 对所以他觉得那个 安代表的叫做 是完全不动作 对对对 反正不是被动的 安逸的 而是就是把它搞定 对所以我觉得 呃 其实创业或是投资 或是生活中 其实永远都会有一些 情况是原来也预想不到的 对但是 反正就是把它搞定嘛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可以做房地产的原因 就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很多学员 他遇到一些状态 他会来问我 说怎么处理 然后但他听完 我讲完之后 他就 欸好像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 嗯他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超能力 对他就觉得他稳了 对所以像我就在上个礼拜 我有个学员他买了一个房子 他买完之后才发现 他买了那个房子的露台 曾经有邻居跳下来 然后在他的那个露台往生 因为不是他现任屋主 就是不是他的卖方任内的事 所以他想说他要怎么解约 或怎么处理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这个百分之百一定可以处理的 你现在就做什么的事 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哇他本来很慌欸 然后他想说 是不是又要透过诉讼啊 要透过什么什么方式要举证啊 对但是听我讲完之后 他就隔两天要跟我说 搞定了 哇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就是上过我的课 他觉得是他人生做过最正确的事 我就说哇你讲这个好感人 对啊讲到我都好想说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它搞定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这么多年下来累积的一个经验 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跟我创业 就是这些年的心得有关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善待 就是你的伙伴跟你的员工 就是知人善用这件事情 对就是现在是三级警戒 所以我没有再进公司嘛 但是我之前我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就进去一次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有咨询 或有会议我才会进去那一次 所以我的员工他们其实真的很自动 然后真的都会帮公司想 所以像例如说你接触过佩萱嘛 你看到像佩萱他就是 他跟我讨论任何事 他永远会先给我方案 对然后他会帮我想好哪一个最好 对然后再问我说 他觉得这个好不好这样 对所以他即便是要问我的 他都会先想完 然后他其他的员工安排事情 他也都会帮我弄好 对啊所以我都常说没有他们的话 我大概公司就收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善待员工跟伙伴 他们真的很重要 你今天分享的这三个 算是我目前遇到的来宾 还没有分享过的三个要点跟优势 所以我觉得也很特别 因为我现在就是开始会收集来宾们的超能力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的时候会听到很相似的 例如说我很坚持我有创意 或者是我怎样怎样 但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也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我现在呢要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刚前没有提到安居乐业财务自由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之外啊 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本书的书名真的取得很好 我要把你的书送给我一个家庭主妇的朋友 真的吗 因为他小孩有点 太好荣幸哦 因为他小孩有点大了 所以他想说他好像可以出来工作了 然后我就说我送你一本书 谢谢你 对啊 所以我觉得工作有情有爱有意义 真的是已经是一个生活 就是理想生活的样貌 对但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当然身体要健康嘛 对然后跟我刚刚其实提到安居 这件事情有提到家人 我觉得家人感情紧密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姑且不论你们相处的时间长或短 但是我觉得那个品质很重要 对那个品质很重要 所以尤其是后来有小孩之后 我觉得小朋友的成长 跟他学习中遇到的状况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预想得到或是你希望的 对所以就变成是你要怎么去调整 然后跟怎么去陪伴他 对所以我就觉得相处的品质 对我来说是理想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我听完之后觉得哇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我也感觉得出来 你现在应该就是活在自己的理想生活里面 所以也恭喜你 谢谢你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说到当初处理家人债务的过程 爱丽老师呢 大力的推荐债务协商 因为透过协商 让他们呢 可以马上让利息先止血 接下来呢 就只需要还本金就好 老师说 如果不这么做 很多时候就算本业 债怎么会赚钱 可能呢 都填不了利息的那个无底洞 因此 如果说你一毕业就开始有负债 或者呢 必须帮忙家里来负担一些债务的话 你可以先去调查一下债务协商的资料 老师也提到 让他呢 想要开始学投资理财的起心动念之一 就是发现妈妈这一辈子 省吃俭用所存的钱 可能呢 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全部泡汤 如果没有学一点理财 或者选到错误的投资工具 都是很危险的赌博 那我个人认为呢 学习不大容易是一件会让你破产的事情 况且呢 网络上有许多很不错的免费资源 可以让你使用 多了解一些理财工具 多听一些其他人的经历 还有故事 对你来说呢 通常都会有不错的益处 二 看房子的重点是什么呢 爱丽说 除了风水 裂缝 钢筋 结构 这种很基本 这种一看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问题的大方向之外呢 大部分的人 很容易会受限于 房屋 现况 长什么样子 如果呢 现在的格局 不喜欢 可能就会不想要 尤其呢 是自住房客 通常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房子能够改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客永远都有市场的原因 因为投资客愿意买烂房子 再打造成自住客看得懂的模样 尤其呢 市场上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只想要买人家整理好的房子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 你不知道人家整理的过程长什么样子 例如说它里面的水电可能乱做 隔板封起来 你也看不出来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价格上通常呢 就没有办法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 因此空间的想象力非常的重要 爱丽老师再三强调 你可以呢 多多去看一些房屋改造的杂志 或者是电视节目 像是幸福空间 或者是TLC的旅游生活频道 都是不错的节目 三 最后呢 爱丽老师提到 我们不太有那种可以一招打天下 或者完全不用调整的SOP 市场一直都在变动 那我们呢 也需要随时保持弹性 一间房子 究竟是适合出租 适合卖掉 适合hold住 其实呢 都难以单用几个简单的条件 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 再加上最近货币通膨的速度 越来越快 买资产的人越来越多 需要纾困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那他究竟呢 会怎么样影响市场 趋势究竟会走向何方 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 只能说 做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的准备 是一定不会错的 如果说呢 你对于房地产感兴趣 还是可以考虑投资 不过呢 爱丽也说到 创造现金流 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管道 你不一定要买房 不一定要买股票 也不一定要创业 找到适合你的 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我发现我已经好一阵子 没有啊 约访像是投资 或者是房地产这样的来宾 以及这样的节目了 如果说呢 你对这样的主题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呢 再来和我反应 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爱丽老师最后提到的 准备到70%就好了 其他的30呢 我们就顺流 遇到了 再来处理就好了 随遇而安的安呢 是遇到困难 就想办法来搞定它 毕竟无论是创业 生活 投资 都会呢 有预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呢 遇到了 我们就把它搞定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我自己也很好奇 对你而言 安居乐业的定义 究竟是什么呢 安居 一定要买房子吗 乐业 这等于一定要自行创业吗 也欢迎你呢 把你的想法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来跟我做分享 别忘了下载 我们这一集 帮你准备好的 延伸懒人包讲义 现在呢 我要赖阅读 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呢 是来自于iTunes Store的 Ekim Eyes 他在2020的4月25号 流说 暖心的茶水间 到位的地图索引 走入茶水间 遇见左衣 就像是一起装水的同事 跟你分享职场的点滴 与此同时 你感受到内心的 两股声音碰撞已久 两种焦虑 对应着截然不同的职场人生 摊开茶水间的每场访谈 左衣给我们的索引 即便呢 已经是自顾着 领取了一部分的理想生活 茶水间的每一席话 都带来一点点能量 让我们得以补充 没有同事甚至导师的线索 一步步的完整它 温暖的声音与主题 会伴随着我们 往理想的生活迈进 非常谢谢你这么生动的留言 你的文笔超好的 很感谢呢 你愿意花时间到iTunes Store 留下你的心得 那如果说呢 你听完这一集的节目 觉得我们有带给你一些收获 或者是一些启发的话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帮我呢 到iTunes Store上面 打新评分并且留言 希望你呢 可以帮我留下五颗星的评论 那在留言的时候呢 如果你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集数 对我来说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别忘了花一点时间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朋友 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我们现在呢 在脸书上面有一个私密的社团 你可以在脸书上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就可以找到我们 并且加入这个社团 我们在社团里面呢 讨论有关远居工作 自我成长 还有个人品牌经营相关的议题 如果说你对这些议题感兴趣 欢迎你呢 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如果说呢 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和IG的账号一样 是COUI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分享到你的IG限动上面 tag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 让我知道你的看法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咯